在这期影片中我将分享如何获得前100名YouTube订阅者的心路历程 以及如何获得前100名YouTube订阅者的三个有效技巧 我花了两个月才拿到100位的订阅者 前100名订阅者是每位YouTuber的重要里程碑 也代表着观众对我们内容的支持和认可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平台上 我不断学习和尝试各种策略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过程中的点逼和心得吧 我冒着电脑白痴和英语外行的身份 在今年1月底开始创立了自己的YouTube频道 起初我对于创作充满了迷茫 因为我不具备绘画的天赋也缺乏英语能力 然而我并没有因此放弃 而是决定利用现有的工具和资源 开始我的YouTube之旅 我开始学习使用ChatGPTV Journey和QuibChamp等工具 并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能 制作并上传影片 整个学习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些乐趣 尤其是在制作影片方面 以前制作一部影片需要技术和设备 但现在我完全可以依靠ChatGPTV的优点获得灵感 帮助我生成出色的标题 根据这些标题 我可以得到所需的文字稿内容 以及缩图场景的建议 然后我使用剪映软体 根据缩图建议将文字转化为图像 并将其结合起来 制作成一部影片 现在制作影片变得方便容易 就像人人都能使用手机自拍一样 而这一切完全是免费的 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在我的学习过程中 我还发现了许多有趣的AI工具 例如AI绘画和AI唱歌 还有虚拟主播等等 这些工具让我每天都能获得很多乐趣 这是我以前无法想象的 它们不仅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便利 更重要的是 它们让我感觉年轻了许多 我可以自于自乐拍摄美照修图创作影片 让我的家庭多了一些欢乐 此外在我在Facebook上的网友中 以前在他们生日时 我只能简单地拍上几个生日快乐的字 或是分享一张简单的图片 而现在我可以创作生日快乐的影片 并送给他们这种简单便利 又带来更多乐趣 在这段摸索的旅程中 我最享受的就是制作影片的乐趣 每当我开始制作一部影片 我会投入全身心理思考 如何呈现有趣的内容 尽管我没有绘画的天赋 也不是英语达人 然而ChatGPT等工具 让我能够突破这些限制 透过文字和声音 将我的创意转化为 引人入胜的影片 这种创作过程充满挑战 但同时也让我感到充实和满足 每当我完成一部影片 并上传到YouTube上 看住订阅者数字逐渐增长 我感受到了成就感和喜悦 这些订阅者成为了我的支持者 和观众他们的回馈和鼓励 让我更加坚定地走在创作的道路上 这段心路历程 教会了我很多 最重要的是 不要害怕尝试新的工具和技术 即使在没有绘画天赋 和英语能力的情况下 我也能透过AI工具和创作软体 展现自己的创意和想法 我要鼓励所有跟我一样的初学者 不要被自己的不足所阻碍 相信自己的能力 并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紧接住来谈获得前100名 YouTube订阅者的有效技巧 测验 你的YouTube频道到底是关于什么的 你能给出一个清晰自信的答案吗 这些是最难发展的频道 因为YouTube会推荐一个 有时是关于健身 有时是美食 没有焦点就像驾驶公共汽车 而不知道目的地一样 你最终会兜圈子 最终耗尽汽油 另外哪些订户跳上一辆 他们甚至不知道 他要去哪里的公共汽车 所以第一步 定位 以前可以在主题之间跳来跳去 直到找到吸引的内容 但某些时候 你需要安定下来 并承诺不要错误地认为 您的频道可以涉及任何事情 有时是关于家庭 有时是关于游戏和拆箱 以及你最后一次度假的频道吗 YouTube它不是笨蛋 一 作为YouTube创作者 您就像自己网络的制作人 每个优秀的电视网络 都有其核心主题 这种关注赋予了频道独特的身份 因此 您应该从整体上考虑 您希望成为一个 以体育为主要焦点 类似ESPN的网络吗 或者也许 您想要建立一个 以科学和自然为重点 类似探索频道的内容呢 这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 YouTube甚至为您提供 精心挑选的分类 供您在设定频道时选择 即使您希望以影片博客 或生活方式为核心建立网络 这种方法也同样有效 尽管许多创作者的频道上 可能包含各种不同的内容 但一切都取决于 他们选择的广泛主题 无论您选择什么 都应该具体到 足以给您明确的方向 同时又足够广泛 让您保持灵活性和内容丰富性 拥有这样的焦点 可以为您的频道建立结构 明确目标和定位 在开始之前 我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定位 我思考了我想要在YouTube上传达什么 以及我希望吸引的观众群体是谁 这有助于我确定内容的风格和方向 让我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创作影片 吸引潜在的订阅者 为何要选择立即市场呢 因为在已有市场中 那些占有绝对优势的企业 很难被我们挑战 但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些被大型市场所忽略的小众市场 就有机会提供专门的服务 并获得可观的利润 立即市场通常适用于电商或销售领域 而影片经营也是同理 即使我们不是最早期的YouTuber 我们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小众族群 并为他们提供价值 与其试图扩大观众范围 不如先集中精力服务一个小众市场 并稳固这些观众的忠诚度 立即市场可以透过针对特定的人 是 人事找出明确的族群从而收敛观众 以下是旅游和美食领域的立即市场案例 旅游影片 针对人 你可以定位你的观众年龄和性别 例如锁定20到30岁的女性观众 针对时 你可以锁定特定地点和游玩项目 例如锁定想要到日本泡温泉的观众 针对人 是 你可以锁定想要寻找特定旅游体验的人 例如锁定想要到日本泡温泉的20到30岁女性观众 美食影片 针对人 你可以定位你的观众年龄和性别 例如锁定30到40岁的男性观众 针对时 你可以锁定特定地点和美食类型 例如锁定台北的日本料理餐厅 针对人士 你可以锁定想要寻找特定美食体验的人 例如锁定想在台北寻找每位日本料理的30到40岁男性观众 如何挑选立即市场 从兴趣和专长下手 你的兴趣是什么 要经营一个成功的影片 坚持耐心和热情非常重要 因此我非常建议大家从自己的兴趣出发 因为只有兴趣才能持续驱动你 我的目标一直以来都是让我的兴趣成为我的工作 我的兴趣包括 看影片研科技新知打篮球下棋旅游和探索美食 你的专长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什么兴趣可以从自己的专长出发 把自己的专长和影片主题相结合 可以让你的影片更具专业性 并且无需花费太多时间搜集资料 我的专长包括 拍影片解决问题的能力逻辑思考和阅读技巧 你能提供哪些解决方案 了解你所能提供的解决方案 可以帮助你建立自己在特定领域中的专业形象 人们通常会寻求专业知识或建议来解决问题 因此你可以根据你的专业知识经验技能或兴趣 提供各种解决方案 例如如果你擅长教授瑜伽和冥想 你可以提供与身心灵健康相关的解决方案 如果你是一位熟练的厨师 你可以提供饮食相关的解决方案 如菜谱或烹饪技巧 如果你是一名专业的网页设计师 你可以提供关于设计网站 或提升网站流量的解决方案 了解自己所能提供的解决方案 可以帮助你建立自己在特定领域中的专业形象 进而吸引更多的观众和追随者 找出一个大主题 从上面的三个方面 我相信至少你的归类出一个大主题大方向 建议新手选择一个大主题开始就好像是 旅游 美食 运动 科技 投资理财专业技能学习等等 再列出所有小主题 每个大主题一定都可以分为许多个小主题 试着想出所有可能的小主题 这些小主题都可能是未来可以拍到的主题 但我建议新手一开始先拍好一个小主题的影片 未来可以再延伸 主题分得越小越好 分到不能再分为止 以下举几个例子的延伸小主题方法 旅游 日本旅游 东京旅游 东京住宿美食 台北美食 台北意识料理 运动健身 各部位训练方法 以下是几个主题 极其可能的小主题 健康 健康饮食 运动健身 睡眠品质 心理健康 医疗保健 美妆 化妆技巧 保养秘诀 产品评测 化形设计 旅游 国内旅游 国外旅游计划形成 当地美食 当地文化 文学 书评分享拍作技巧 作者介绍经典名著文学历史 艺术 绘画技巧 音乐欣赏 雕塑作品 介绍舞蹈表演 电影评论科技 新产品介绍软体教学 电脑维修 网络安全 人工智慧 金融 股票投资 财务规划 税务知识 银行金融产品介绍 理财教育 创业 创业经验分享商业模式 分析市场调查技巧 开创新市场融资技巧 设定理想观众族群 尽可能地缩小你的观众族群 思考哪种人 可能会找到你的影片 设定理想观众族群 不是说你的观众 就只能有这些人 而是至少把握住这些人 我的理想观众 18到28岁的年轻人 性别不限 想要使用wordpress 架设网站的新手 在操作上遇到困难 想要解决 二 在你的系列中种植内容 尊敬的大电视制片人 你已经有了自己的网络 现在是时候开始 以内容来丰富它了 很多创作者在这一步上犯了错 他们会发布与频道主题 不相关或不合适的 各种随机内容 这种做法创造了一个循环 其中某个影片 可能吸引了订阅者 但下一个影片 又将他们推理 这与你无关 只是因为那些观众 对那些内容不感兴趣 虽然有些观众 可能喜欢这两种类型的内容 并继续关注 但作为你自己 YouTube频道的制作人 你需要选择互补的主题 这些主题 与你的主要关注点有关 但从不同的角度来处理 以使你的频道 兼具多样性 提供有价值的内容 我深刻了解到 要吸引观众并获得订阅者 我必须提供 有价值的内容 这意味着 我的影片 需要具有娱乐性 教育性或启发性 能够真正触动 观众的心灵 或解决他们的问题 我不断地研究和学习 不断改进自己的内容 以确保每一个影片 都能带给观众 新的价值和体验 创建最具吸引力的 YouTube内容 即使是完全的初学者 是的 这是你以前听过 一千次的建议 而且非常明显 但它也是非常真实的 创建引人入胜的内容 对于YouTube创作者 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为了吸引YouTube观众 并吸引他们 以致他们订阅您的频道 您的内容 必须有趣信息丰富 有趣且有趣 集思广益 花点时间集思广益 提出符合频道主题 或立即的创意 跳出矿矿思考 提出以前在YouTube上 从未做过的独特概念 调查您的目标人群是谁 以制作精确 满足他们需求的内容 使用2Body的竞争对手 计分卡等分析工具 来了解他们观看的影片类型 观看时间 以及哪些影片 最吸引观众 这些资讯 有助于告知您制作的内容类型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增加收视率 保持内容新鲜 知道在创建引人入胜的 影片内容时 多样性是关键 不要只坚持一种格式或风格 因为这在一段时间后 可能会对观众来说变得单调 通过包括教程影片博客 采访和问答 来混合您制作的内容 这将使观众每周 都能享受到新的东西 使您的内容具有相关性 确保你涵盖的任何主题 都是相关和及时的 尽量不要太宽泛 而是关注与当今世界发生的时事 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具体问题 特别是如果它与你的立基密切相关 这有助于确保人们 对您所说的话 保持兴趣 因为它更有可能触及 他们的兴趣和激情 能不能持续提供价值 新手最需要考虑的第一重点 绝对是价值 所谓的价值就是指说 观众看到你的影片 可以解决它的问题 这就是价值 我们经营影片 绝对不是一直想着要怎么赚钱 而是要如何提供价值 先累积流量 有了价值就有流量 有了流量就有金钱 你的竞争对手 很多想要突出自己最好的方式 就是有自己的特色 试着找出自己可能有什么特色 像是有趣的故事 简单易懂的整理 精美的图片等等 当你有了自己的特色 就会更容易发展出个人品牌 我的特色 详细的图文教学 一步一步的带新手 解决wordpress的问题 影片的收入管道 前面讲的重点 都已经考虑完成后 最后才是你的收入管道 为什么收入管道的顺序是最后呢 因为只要有人在看 自然而然就会有钱进来 选择立即市场有什么好处 选择一个好的立即市场 绝对能让你在经营影片的路上 事半功倍 比别人更快看到成效 为什么呢 小市场可以更容易排名 在Google第一页 小市场观众的年注度高 品牌成功的要诀 想到XXX领域 就想到某个人 而小市场会让你更容易达成竞争对手 没有这么强 没有这么激烈 奠定好基础 在工箱大市场会更容易 我没有兴趣或专长怎么办 有人可能会说 我没有专长 又好像也没有任何兴趣 但我可以很笃定的说你一定有兴趣跟自己擅长做的事 喜欢打游戏看电影逛街把妹等等这都算是兴趣 其实都可以当成立即市场 试着去思考看看做什么事情会让你很开心的就可以 规划一系列的主题 我觉得我不够专业怎么办 专业是相对的 只要观看你影片的人有得到帮助 对他们而言 你就是专业 不要害怕自己不专业 你只要在你的领域研究比别人多 就可以成为专业 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是100%专业的 所以只要想着如何帮助人解决问题就好 害怕失败而不开始行动 很多人会害怕经营影片会失败而迟迟不开始经营 我相信你一定是有什么契机才会想开始经营影片 试着去思考 如果你失败了会怎样 不开始行动又会怎样 但我经营失败了 大不了我就是损失一些主机网域的费用 可是至少我尝试离开我的舒适圈 第二步 标题和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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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标题是给YouTube机器人和观众看的各占一半 YouTube机器人会先看再决定推给您的受众 最后观众再决定要不要点击观看 二 缩图是第一印象 通常观众一秒就决定是否点击观看 制作清楚并且吸睛的缩图 创建有效标题和缩图 以提高点击率的重要性 展示次数是YouTube向用户显示缩图和标题的次数 点击率是看到缩图和标题后 点击影片的观看者的百分比 获得1000名订阅者和4000小时的观看时间 可能需要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这使得100名订阅者成为更容易实现的第一个里程碑 缩图提示使用明亮的色彩和高对比度的图像 尽可能包括人脸的特拍 确保文本足够大 可以在任何设备上阅读 使用与您的品牌一致的字体颜色形状苏略图 不会影响搜索排名 但专业的苏略图会影响您的点击率 在创建引人入胜的影片内容时 不要低估视觉效果的力量 使用图像和图形可以真正为主题带来生命 使观众更容易跟随而不会轻易感到无聊 特别是如果它是一个教育或信息影片此外 添加音乐和音效还增加了另一层娱乐价值 有助于让观众一直吸引到最后 许多人可能会认为YouTube频道的SEO没做好应该没关系吧 只要影片有做好就好 因此放弃优化YouTube SEO大错特错 我过去吃了很多亏 导致影片没人看 观众找不到我的影片 优化SEO和宣传了解和运用 SEO搜索引擎优化 是提高影片曝光和吸引订阅者的关键 学习如何选择关键字和转拍吸引人的标题 以提高影片在搜索引擎中的排名 我学会了坚持不懈不放弃并不断进步和改进我的内容和策略 关于标题和搜索的教学 您可以在影片下方连结找到 追求前100名YouTube订阅者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成长的旅程 第三步 持之以恒和不断学习 追求前100名订阅者并不是一个瞬间的成就 而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和不断学习的过程 透过明确的目标定位 提供有价值的内容 建立互动和回馈机制优化 SEO和宣传 以及持之以恒和不断学习 我成功地迈向了这个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 我遇到了挑战和困难 但我从中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希望这些心路历程和经验 能够对有志于成为YouTuber的人 提供一些启发和指导 让他们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平台上 取得更多的成功 记住 坚持梦想 努力付出 你也能实现你的目标 频道起色的秘诀 持续做影片 影片要能真正帮到观众 SEO优化 如果你影片还没几支 那就至少拍到个30到50支影片再来检讨 我们可以吸取别人的优点 但不要因为觉得有人拍过某个主题 你就不拍了 看看YouTube同样的主题 都会有很多人拍 不一定是先拍的人就会赢 所以 做好自己的本分 专注于自己的目标 提供价值最重要 创建YouTube频道 可能是一种令人兴奋和有益的体验 产生前100名YouTube订阅者 似乎是一个挑战 但可以通过正确的策略来实现 记得专注于创建对目标受众有价值的高品质和有价值的内容 在社交媒体和其他平台上 分享您的影片与您的观众互动 并与其他创作者合作 一致性是关键 因此请尝试定期发布 并使您的内容具有视觉吸引力 最后如果你的成长一开始很慢 不要放弃 继续创建您热衷的内容 并保持耐心 订阅者会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